这个短片里面 我要回答一个问题 我说到一个学生的问题 他叫做永智 他给我一个截图 我观看这个截图实在看不出来 问题在哪边 所以我请我这个线上课程的学生 把他的档案压缩以后寄给我 然后压缩以后寄给我 我解开以后放在桌面 所以在哪边呢 在桌面上面有一个 这个What's the number 我把它打开来 在这边 然后把它打开来 然后来执行一下 我选iPhone7 执行 所以如果什么时候你有问题的话 自己解不开 可以问我 那可以给我看截图 让我有时候真的是看截图 看不出来 有问题在哪边的话 还是麻烦寄给我 不管怎么样 就是很欢迎大家提问 那我就是很高兴帮大家解答 这边跑出来果然有问题 真的跟截图一样 好 那我来看一下问题在哪边 你看 突然有问题的时候 你可能会看 这样子 我会看上面 所以它是说 我看有什么错 当然第一个看到什么 第二个就选这边 然后我来看一下这个档案 我选到viewcontroller.swift这个档案 然后我看到 这边就是这个input testify的这样子 然后在这边有一个文字事物框在这边 那我来看看storyboard 这个这是文字事物框 可能是这边有错 所以我来看一下storyboard 在这边 这个是文字事物框 那我会看看这个文字事物框 你没有连接正确 所以我按右键 它是说这个文字事物框 叫import testify的 import testify 它连接到viewcontroller里面的 import testify的 这个 那我猜是你 因为后来发现 不是import testify 是input testify的 所以你就把这个地方 import把它改成input 所以这时候 storyboard连接的时候 因为你把这边改了 所以在连接的时候 就没有办法顺利的连接 你看这边 这两个都连接 这边没有连接 可能是因为 这边拼错字 你改了以后 storyboard这边 这个文字事物框 就没有办法连接到 它本来想要连接到 import testify 它本来想要连接到这边 可能连接不到 所以怎么做呢 我来重新连接一下 我选这个assistant editor 这样 那我把这个 这个文字事物框 在这边或在这边都可以 按右键 这边把这个 原来这个 它要连接到 import testify 把这个连接删掉 因为现在我们没有 这样的一个连接了 现在叫做 input testify 所以 这样我先把它连接删掉 第一个 那第二个呢 我来连接一下 一面键盘上面的control 一面 连到这 那我手放开 这样就连接好了 所以 现在这个 就连接到 这个input testify 应该是field 不过没关系 那我们就算连好咯 连好之后 我来重新执行一次 停止执行 然后按这边 build and run 编译跟执行这个程式 好的 看起来现在就没有错误了 可能就是你的文字书框 没有连对 提供给您参考